其实,去丹州没有别地什么意思。 皇帝推着轮椅走到了太极电地边角,身前地栏杆在夜里反着幽幽的白光,与面前广场略有几尺高度的落差感,让庆国乃至天下配合最久,也是最为恐怖的这一对军臣同一时间叹息了声。 公墙虽然高大,但与广阔地广场一比,就显得不那么高了,远处南方地夜空上有点点星光洒了下来。 朕只是想去看看,皇帝很随意地说道,有很久没有去过了,也不知道那里现在还是不是像当年一样,有那么多鱼。 如果没有记错地话,当年圣上去丹州的时候,那里还不能完全算是咱大庆地侠郡。 是啊,从东夷坐船到丹州似乎更近一些,如果丹州北边不是有那么一大片吃死人不吐骨头的密林,四顾见想必不会放弃那么好的一个港口。 幸亏有那片林子,陈平平微笑说道,她才会坐船,我们才会在海上遇到她。 皇帝沉默了,很明显不想继续这个回忆,于是陈平平叹了口气,转而说道,陛下占地比天下人高,看地比天下人远,我不敢质疑您的判断与决定,只是,我想不出来,如果长公主真有那个心思,她怎么说动那两个人。 皇帝不加思索,直接说道,不需要说动,如果有机会能将阵赐于剑下,这等天下最大的诱惑,不论是苦和那个苦修士,还是四顾见那个白痴,想必都舍不得错过。 如果范贤此时在旁边听着,一定会无比赞叹于皇帝此时的分析与吴州城里那位老相爷的分析,竟是如此的一致,庆国少了个林若府,不知道皇帝心里会不会觉得有些可惜。 陈平平一直抚摸着膝盖的双手缓缓地止住,似乎是在消化陛下帝这句话,片刻后,缓缓说道,如果那两位真帝孤注一致, 我大庆朝应该拿什么来挡着。兵来将挡,皇帝冷然说道,谁是江? 陈平平平静说道,叶刘云在南边披了半座楼,别地人可以误会他是四顾见那个白痴,我可不这么看,指望他出手不可能,我还怕他林老变风。 安知也来信说过,皇帝冷漠说道,他毕竟是我大庆朝地人,总不好与外人勾结。 至于那两人终究是人不是神,朕手握天下,何具两个匹夫? 而关于江帝问题,皇帝淡淡说道,老五乃当是第一杀将。 很平淡的话语,很强大的信心,但陈平平的唇角却挂起了一丝颇堪捉摸的笑容,只是她坐在皇帝身前,皇帝看不到那一丝古怪的笑容。 朕会给云锐一个机会,皇帝冷冷说道,陈平平默然,却在心里想着,只怕,陛下只是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说服太后,以致说服自己的机会。 只是直到如今,陈平平依然不知道皇帝这种强大的信心由何而来,虽然她一直在往最接近真相的那方面努力着,但是玄空庙上因为范贤地横插一手,想让五秀看地那场戏终究是没有演完。 陛下 讲 我想知道您对日后帝事情究竟是如何安排帝,陈平平叹了口气,问出了以后绝对不会问出口的问题。 皇帝似乎也有些讶异,玄机微微笑了起来,和下帝那落须在夜风之中缓缓飘着,中年人独有帝洞悉事情的眼神也稍柔和了些,这是诸多年来,陈平平第一次主动问及此事, 皇帝心中微动,你不是向来不喜欢理会这些事地? 皇帝嘲讽说道,便是以往,朕征询你意见时,你也跟个老兔子似的,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陈平平别别嘴,说道,一帮小孩子的事情,但终究是陛下帝孩子。 皇帝明白这句话里的意思,想了半晌后,用停静而坚定的语气说道,朕还没有想好。 这下轮道陈平平惊讶了,她忍不住摇着头,像农村里的老夫子一般叹息着。 皇帝缓缓说着,城前太过懦弱,老大太过纯凉,老二,她皱了皱眉头,老三年纪太小。 陈平平又叹了一口气,皇帝忽然笑了起来,将手从轮椅地以背上松开, 覆到身后,走到陈平平的身前,隔着汉白玉地栏杆,望着幽深皇宫礼地扩大广场, 似乎是在注视着千军万马,注视着天下地,一切。 我知道有很多人认为朕把这几个孩子逼地太惨,皇帝的背影显得有些萧索, 书五有一次喝了酒,甚至当着镇地面直接说了出来。 说到此时,皇帝的语气里终于带上了一丝引怒。 可是,皇帝是谁都能当地吗? 皇帝回过头来,注视着陈平平那张老太碧线的脸, 像是在问他,又像是在问自己,又或是在问宫内宫外那几个不安分地儿子。 远处地宫女太监们远远看着这方, 他们根本听不到陛下与陈院长在交谈着什么, 更不清楚,陛下与陈院长的谈话涉及到很多年之后龙椅的归属。 身为帝者,不可无情,不可多情, 皇帝将连转了过去,对深州无情者,对天下无情,天下必乱,对深州多情者,必受其害,天下丧其主,亦乱。 朕不是个昏君,朕要见不是之公,也要有后人继承才成,挑皇帝, 总不能全凭自己的喜爱去挑,皇帝冷笑说道, 我看了太子十年,他是位无情中帝多情者,守成尚可, 只是朕去时,这天下想必俯始一统,乱阴仍在他又无一颗铁石心肠, 又无厉害手段,怎样替朕守住这一大统帝天下。 老二,皇帝脸上帝冷笑依然没有消吞,朕其实是看重他地, 这些年与城前的争斗,他并没有落在下风, 只是后来却让朕有些失望,一味往多情遮掩的无情的路上走, 他若尚未定是一代人均,可朕这几个儿子,只怕没一个能活得下来地。 陈平平沉默着,心里却在想,这世道真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 二皇子当年也是位只知读书的俊秀年轻人, 如果不是被你逼到了这个份儿上,没有这般大地压力与诱惑, 他的心性又何至于变成今天这样? 陛下呀陛下,养狮子这种手法, 确实不怎么适合用来培养帝王的接班人。 庆国皇帝这些年放任朱子夺嫡的潜在心思很简单, 长天下艰难,谁能熬下来,这天下便是谁地, 只是他没有想过,不是所有地年轻人都像他一样习惯在墨一般的河流里, 站着欣赏河边地风景,他把自己的儿子们改变了很多, 只是最后这种改变的结果只怕也不是他想要地。 大皇子怎么样? 陈平平今天晚上说地话,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平日里所秉持地理念。 所以,当皇帝听着这话时,再次吃了一惊, 笑意更盛,似乎很喜欢陈平平回到当年这种 有意说一地状态之中, 我并不意外你会提到他地名字。 皇帝微笑说道, 这星号星号两地命都是你和小叶子救下来的, 你对他自然多一分感情, 朕也是喜爱他地, 只是他太重感情, 在这场凶险的蒸沙中, 谁心软, 谁就可能身陷万劫不复。 皇帝叹息着, 再加上他毕竟有一半冬夷血统, 难以扶重, 更关键地是, 日后若要血洗冬夷城, 你看他有这个决心吗? 陈平平叹了口气, 今天夜里帝皇宫中, 这位院长大人探地气, 似乎比所有时候都要更多一些。 所以他不用考虑, 皇帝缓缓说道, 老三, 年纪还小, 朕还可以多看几年。 陈平平忽然古怪地笑了笑, 说了一句可能会让整个天下都开始颤抖的提议。 范贤, 怎么样? 皇帝缓缓转过身来, 似笑非笑地看着陈平平, 不知道看了多久, 却始终没有回答这句话, 许久之后, 皇帝忽然大声笑了起来, 笑声便在太极殿前空旷的长廊里回荡着, 让长廊尽头的那些宫女太监们心惊胆战。 笑声渐宁, 皇帝缓缓脸住了笑容, 平静却又不容置疑说道, 毫无疑问, 她是最适合的一个。 多情总被无情恼, 范贤在这个世界上所表现出来的气质, 却恰好契合了庆国皇帝对于接班人帝要求, 貌似温柔多情, 实则冷酷无情, 却偏生在骨子的最深处, 却有了那么一丝悲天悯人的气息。 皇帝始终在想, 范贤骨子里地那丝气息, 应该是他母亲遗传下来地吧。 如果皇帝的这句话传了出去, 只怕整个庆国帝朝廷都会震动起来, 甚至整个天下都会发生某种强烈的变化。 他没有名分, 陈萍萍古怪笑着说道。 皇帝的笑容也有些古怪, 名分, 只是朕的一句话, 当年帝人们总有死干净的一天。 陈萍萍知道陛下指弟是宫中帝太后, 她轻轻咳了两声说道, 我看还是算了吧。 皇帝似笑非笑望着他, 为什么? 我一直以为你是不喜欢范贤的, 不过这两年看来, 你是真帝很疼爱他。 疼爱是一回事, 陈萍萍啼笑肉不笑说道, 我和范贤不对路是一回事, 不过依我看来, 以范贤的性格, 她可不愿让范留两足, 因为她的关系都变成了地下地, 白骨头。 皇帝微微一笑, 没有再说什么。 陈萍萍太了解面前这位皇帝了, 她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如果皇帝真地想扶植范贤上位, 那么在她死之前, 一定会将范留两家屠杀干净, 不惜一切代价屠杀干净。 而这, 肯定是范贤不能接受的, 更让陈萍萍有些疲惫地势, 她终于清楚地确认了皇帝 根本没有将范贤摆在继位帝名单之上。 陈萍萍站在中间, 知道那条路是行不通了, 自己只好走另外一条道路, 陛下有急, 有心急。 朕喜欢老大与安芝, 是因为朕喜欢他们帝心, 皇帝站在皇宫帝夜风之中, 对于龙椅的归属做了决定性的选择, 朕要看帝, 就是这几个儿子帝心, 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变吧, 如果有, 朕要看看太子与老二弟心, 究竟是不是顾惜着朕这个父亲。 陈萍萍没有作声, 只是冷漠地想着, 身为人妇, 不惜己子, 又如何有资格要求仔细父亲。 皇帝的眼光, 应该比自己这些人都看得更远。 范贤如是想着, 此时的她, 正像一个猴子一样, 爬上了高高地围杆, 看着右手方出声的朝阳, 迎着威师威贤地海风, 高声快意叫唤着。 海上出行, 是怎样惬意的人生, 不用理会京都里地那潭脏水, 不用理会官场之上的麻烦, 不用再去看焦州地那些死人头, 范贤似乎回到了最初在丹州的多栋少年形象, 乘日驾在船上爬来爬去, 终于爬到了整只船最高地围杆上面。 她搭了个凉棚, 看着远方红暖一片地色快, 心想自己已经算看地够远了, 只是还是不清楚皇帝究竟已经看到了那一步。 船自娇州来, 沿着沁国东边蜿蜒地海岸线缓缓向北方驶去, 驶向范贤地故乡。